家綺市運動會三月二十五號就要進食規模 家綺市市長王明輝日前在家綺新鳳廟跟姓慧點頭 團向家綺國中和北橫國中的選手 兩堆任馬兵分離路跟姓慧團到家綺市當庫體育館 姓慧於是正前還有家綺國中舞蹈班的學生進行表演 現場是流來滾滾 我們照相拜必要今年家綺市運動大會舉行設定圓滿 勝負點頭後 家綺國中和北橫國中的選手就為中三路和民族廊人的方向開始團聖會 最好團到家綺市當庫體育館 現路都有民眾在幫選手加油 家綺市市長王明輝表示 希望透過比賽讓學生了解運動家的精神 也希望大家可以為選手來加油 家綺市一百一十一年的家綺市運動會我們開始 在這開始的前夕 我們就在城隍廟先點來勝負 最主要是要告訴我們所有家綺市民 家綺市的運動會要開始啟動了 我們要從3月25到4月1號8天總共有10個賽事 運動賽事有一個很重要精神運動的精神 勝不交敗不擂 有勝有敗 但是呢 秉持著勝不交敗不擂的一個這樣的精神 我相信對未來人生或者甚至我們整個社會的和諧都是有幫助的 3月25號開始一直到4月1號 家綺市每一個體育館都會基盤比賽 不過因為最近家綺已經新聞 運動會不會基盤開幕點內 比賽期間也沒有開放免獎入獎 不過市民可以做好防疫工作 就是對選手最好的加油 去這裡就出選拆轟不動